一个可以移动的大铁笼子 它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特别方便 就省光省时也省力 看准天气 喝饱水 请羊入瓮 这养殖户究竟使的是啥怪招数 科技院即将为您揭秘 各位好 欢迎来到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看节目的同时 你可以参与手机互动 方法是打开手机微信 选择发现摇一摇 摇TV参与互动会有惊喜福利 就在今年刚刚一开春 宁夏林武养阳的老板马少林 就开始格外的关注起天气来 说是只要等到气温回升到18摄氏度以上 一旦是天晴无风 它就要干件大事情 这不 今儿个就遇上了这么一个好天气 今天的好天气 也没有风 你们阳位了没有 没有呢 开始干吧 老马说 今天要干件大事 看这架势 不就是给羊喝水吗 不足一炷香的功夫 这羊儿们都喝了个水饱 说来也奇怪 今天老马做事挺反常的 饿着羊 看天气 再灌个水饱 这老马的葫芦里 究竟卖的是啥药呢 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 里面羊在喝着水 外面他还让工人紧锣密鼓地 准备一个大水箱 不一会儿 还弄了个大铁笼子 摆在了水箱边上 马少林说 他要干的事 就跟这个大水箱有关系 马少林让员工把头羊抓了进去 其他羊就跟着进了铁笼子 飞劲把羊装进这笼子里 马少林这是准备干什么呢 马少林启动手中的遥控台关 铁笼子被提升了起来 直接连羊带笼子 泡进了大水箱里 你这是在干嘛呀 我这是给羊那个洗澡呢 动物洗澡啊 是各有各的招 鸡喜欢用沙子洗澡 养殖户们就会弄上鲨鱼池 给他们泡澡 猪呢 喜欢泡泥浴 养殖户就会挖出泥坑 这驴啊 爱在地上打滚 就特意弄块沙地 让驴自己去搓澡 鸭子在细水的时候 就把自己洗干净了 羊洗澡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马少林 把他们放进大铁笼子里洗澡 还真是少见 这样洗澡啊 还真是别出心裁 头一回见 那他为什么要把羊 灌进这大铁罐子里洗澡 而且 还得先要把羊灌个水饱呢 这一切 都跟他养的这个羊的品种有关系 要说马少林养的羊 还真不是一般的羊 这是我国的珍稀品种 宁夏五宝之一的宁夏滩羊 什么是球皮肉羊呢 就是不但这肉好吃 毛皮的价值是更高 所谓球皮嘛 就是毛和皮整块一起 就能够做衣服穿 以前西北人总会穿一件球皮砍件 那就是用羊的皮毛做的 保暖又透气 现在球皮大衣可是高档的服饰 价格不菲 特别是用着宁夏滩羊皮做的物件 那都是精品 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 为什么呢 因为这宁夏滩羊毛很有特色 主要是从这个毛上你看它这有九道弯 自然的卷毛形成了九道弯 这所有的羊种是不具备这个特征的 宁夏滩羊最精妙之处 就是天生卷毛 而且啊 这一毛卷的不多不少 正好是九道弯 九道弯的羊皮在行家里 就称为是一级皮 就它天然形成这个外形 是别的皮章和毛皮类动物都不具备的 现在呢 在欧米市场已经作为 这个高端的服装服饰 和家装产品的配饰在使用 宁夏滩羊皮 经过洗涤 柔制 染整 定型 裁剪等一系列的工序 能够做成家装饰品 高端服饰 还是宁夏出口创惠的重要产业 正是因为他羊羊皮的高价值 所以在养殖过程中 得特别注意干净 羊身上不能长虫子 一旦羊皮表面长了寄生虫 那麻烦就大了 它皮肤搔羊 它然后就在这个木棒上呀 或者墙上 它草那样 它的皮板就薄了 它的皮肤价值就降低了 甚至有些就不能用了 它的经济价值就 特别就没有了 像皮 跳蚤 狮子 芥蛮等 喜欢生活在皮毛丛蜜的动物身上 羊是最容易被寄生虫盯上的 它们吸血 造成羊的皮肤搔羊 羊到处蹭羊羊 很容易把毛皮磨坏 羊毛阿奇还容易脱落 它就有些羊 你看它就 一半的羊毛就没了 它就没了光光的 它就直接就到皮板上面了 但是它还有羊 因为满虫病嘛 然后它还要在那个 皮肤上要去操羊 这样皮板就容易划破 而且这个羊呢 它的最后它还是 引起它死亡率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呀 给滩羊洗澡 还真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 当然了 为了防止羊身上长寄生虫 这洗澡啊 也不是用清水涮涮那么简单 这水里面可是事先加了药的 您这是刚刚给它加了什么 水里兑药嘛 兑的这个慢进水嘛 药嘛 只要是给羊那个驱虫去 去操 用满进 以一比一千的比例进行稀释 做成一锅药与汤 给羊洗澡 用的就是这驱虫的药与汤了 药水泡好了 怎么洗呢 为什么非得用这个大筐子呢 因为呀 这个筐子能够把羊给固定住 老马自己研发的这个奇怪的大浴缸 重大千斤 可以同时容纳二十只羊洗澡 最关键的是 洗浴的笼子是活动的 通过自动控制 就能把装载的羊 安全送到池子里洗澡 洗的时候呢 能够左右晃动 像个巨型的洗衣机 把羊毛浸湿 把身上的脏东西给洗掉 每次洗的时候 也是有张法的 只把羊头部以下 光是身子泡在药水里 保证羊的头部不会没进水中 每次浸泡时间不超过三十秒 连续上下洗上三回 这样就能够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还能把笼子吊起来 控干净羊身上的水 然后平平稳稳地 把羊送到地面 打开笼子 就让羊儿们自己撒花去了 这个是咱们这个厂里面 咱们自己研发的一个 它是一个移动式 然后升降的这个药域 这个是特别方便 记者给他计算了一下时间 从羊进沐浴的笼子 到洗完下来 前后不足五分钟就完成了 羊还舒服 人也不费劲 这药域池最方便的一点 就是能把羊给固定住 不让它们到处乱晃 以前在草原上放牧的羊 那洗洗澡来 可就费劲了 这样给羊洗澡 真是一场人羊大战 洗个澡的确不轻松 不仅羊是不乐意 给羊洗澡的人 也是累得满头大汗 放牧羊本来就散养惯了 也姓足 规范他们洗澡 着实不容易 2002年 宁夏回租自治区 开始封山进木 当时再续量 超过草场承受的范围 让草场不堪重负 因为羊有一个特点 啃过草之后 那就会乱窜 这样太麻烦 太费食费羊的很 这个绵羊 尤其是这个绵羊 它赶不动不走 后来马少林心想 还不如花点钱 做一个可以移动的药育池 于是呢 就有了这个可移动式 升降药育池的创意 这个自主研发的药育池 要说方便 还真是 不仅是自动化控制 而且 这个看似笨重的大羽缸 是可以移动的 铁羽池下面装了轮子 拖拉机拖拽着 就能够开动 想停在哪都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研发的 这个移动式 升降药育池 在每一顿羊舍 我们就到每一顿羊舍来 特别方便 又省光 省时 也省力 您瞧 这拖拉机 拉动的药育池 停在哪个羊卷旁边 就把眷里的羊一擀 洗洗弄弄 不到半个小时 就能够完成药育 羊洗得舒服 人也轻松 洗完澡的羊 从笼子里放出来 抖动着身上的水珠 撒了欢就跑开了 这会儿啊 可不能着急 把羊擀进眷里 老妈说 至少得让他们 在阳光底下 活动个一小时 把毛给晒干了 这就是为什么 老妈给羊洗澡之前 非常重视天气的原因了 今天的天气不错 你选择一个晴天 中午起 没有分的天气 给他洗一个药玉 如果阴天的话 这个洗不清 阴天洗了以后 他一下干不了 可能引起羊的感冒 阳光把羊身上的水分 及时地蒸发掉 再加上温度适宜 羊感觉到很舒服 不会生病 洗澡晒太阳 也是一种很享受的过程 这个羊是 他每年要给他洗两次 开春吧 他在五月份洗一次 到了秋上在九月份 再洗一次 初秋两次要预测 要注意这个天气 预防他感冒 原来看天气啊 是为了让羊的身体 快点晒干 那为什么洗澡前 非得让羊饿上一宿 早上还不给喂食 而且要喝饱水呢 这里面还是有道理的 老马养羊有十多年时间了 也是经验丰富的老把式了 在厂里啊 就带出了不少徒弟 但是每次到给羊洗澡的时候 他都是亲力亲为 因为以前还真有马虎的饲养员 差点就惹出了大麻烦 这刚上药浴池的羊 就被老马给叫停了 他一着急 还把自动升降的遥控器 给摔坏了 这遥控器坏了 升降机起不了作用 笼子提不上来了 可羊还泡在药水里啊 这长时间泡着可不行啊 赶紧得把羊给急救下来 工人们找来了滑梯 把羊从药汤里捞出来 一支支让他们坐着滑梯下来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老马这么慌张呢 大伙仔细一问才弄明白 饲养员给羊洗澡之前 喂过羊 让羊吃饱了料 但是没有给羊喝水 不就是没喝水吗 这多大一个事啊 没想到老马是真生气了 把饲养员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还扣了他一个月的工资 老马立下一个规矩 谁要是给羊洗澡之前 喂了料 没让羊喝饱水 以后就别在厂里干了 为什么这洗澡前 非得让羊饿一宿 不喂食 但是要喂饱水吗 老马说 不这么弄啊 会死羊的 洗澡的时候 早晨一般都不给他开 不给他喂料 不开料 不开草 不喂草 到了中午给他洗药浴 给他把水印了 防止他过来以后 羊太渴了以后 防止他过来以后 他呛呛水 呛水的话容易中毒的 因为羊一大早吃饱料 如果没有水喝 这羊很口渴 口干舌燥的就想喝水 这一进药浴池 就会探头去喝药浴水 这药浴汤主要是为了杀寄生虫的 对羊来说虽然毒性很低 但是这水要是直接喝进胃里 体质不好的羊 就会出现腹泻的情况 饲养员的这次错误 是一次特殊情况 平时羊洗澡的时候 水没有喝足 都有喝药水的危险 何况这次遥控器坏了 羊长时间泡在药水中 那就更危险了 所以老马把这次的意外事故 当成了他们的活教材 过来就说要药液的时候 就说要进行空腹 空腹至少要四个小时以上 然后还要让它喝足水 每次药浴之前把羊喂饱了水 羊不渴就根本不想喝水 到了这药浴池里也不会去喝水 而是乖乖洗澡了 洗过澡的羊 在运动场里活动两小时 晒干了毛 这时候才给他们吃东西 洗了澡的羊 也不能一次喂太多料 喂多了怕吃出问题来 甜味四草料 然后油少倒多 因为它空的不能空腹 不能让甜太多 让它一下吃的有时候 引起流胃积食 又引起其他疾病 因为这羊饿了一个晚上 喂太多 羊吃得太猛 就容易积食 消化不良 所以马少林在给羊喂料的时候 也是有讲究的 他不光给羊洗澡 用上了自己设计的洗澡机 这喂料机的设计也很巧妙 老妈给羊喂料 用的是自己创新的自动添料机 用小三轮摩托开着走一圈 就给料槽里添上了料 为了配合羊每次吃料的料 这个机器的出料料 也是可以设定的 出料口的大小可以调节 刚洗过澡的羊 料口小点 给它们喂的量 控制在每只羊半斤左右 到第二次喂料 可以增大出料口 让喂食量增加一倍 达到每只羊一斤左右 料槽的设计 是低挖下去的30厘米的钩 这样设计 是为了更好地刺激羊的食欲 你看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羊草呢 我们也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是按照羊的习性 低头下垂采食 促进消化 促进它的突然间风味 羊在草原上一般都是探头 乘45度角吃量 马绍林呢 也是根据羊的习性 设计了这个料槽 料槽下陷羊必须探着头伸长下巴 才能够够得着饲料 下巴与料槽形成了45度斜角 根据专家实验分析 羊下巴下垂保持45度斜角 能够刺激到唾液分泌 更加有助于消化吸收饲料 马绍林养羊 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 设计出与眷舍饲养相符的配套设施 洗澡有自动洗澡机 吃料有自动添料机 它养出的羊 没有寄生虫 羊毛长的全 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这个羊羊现在就是40天的羊羊 它的毛质就按我们宁夏所谓的这个 就是长度 就是40 就这样一抓 它有40 这样下来就是8到10厘米就够了 这个就可以 就40天到45天去 本来宁夏的滩羊就很有名气 在马绍林新的养殖方式下 它养的小高羊的羊皮 基本上都是加工球皮制品的上好材料 而且在这样的环境下 也保证了羊肉原有的味道 羊羔肉在林武当地 不仅是一道传统美食 而且能够酿制美酒 林武自古以来 就有用羊肉酿酒的传统 咱们宁夏自古 一直是出产阿毛球皮的地方 把阿毛球皮摘完以后 利用这个羊羔的这个铜铁 新干飞胜骨 我们利用它 古人很聪明 用这个东西来充分的利用这个原材料 我们酿成酒 吃羊肉 喝羊膏酒 穿羊皮衣服 聪明的林武人 把老祖宗的手艺全都捡了回来 把圈养的滩羊 做成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 用智慧不断的创新技术 以开拓的精神发展产业 林武人优化产业结构 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强化科技创新 拓展农业产业链条 加大了供给侧改革的力度 推动了产业发展的新局面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关注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一支独特的虫子大军 专门消灭剩饭剩菜 提供优质蛋白饲料 什么虫子如此神奇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